京元代更龙头台积电 因为机台安装新软体失误 造成电脑病毒WannaCry 迅速感染北中南厂房 产线停摆影响出货 总裁魏哲嘉清上火线对外界说明 越先进的厂受到的影响越大 那全部的厂都受到影响 恢复的速度呢 非常先进的厂会比较慢一点 不过到今天 昨天我们说80% 其实在今天已经全部恢复上线生产了 全部产能在6日已经恢复 归咎人为疏失 也让台积电学到了一课 不过向来内控严谨的台积电 周五傍晚事件才爆发 让外界阴谋论传言不断 我们才发觉说 人类不可能永远不犯错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发明一种新的机制 很快就会上线 就是跟人无关了 以后全部都是用系统自动来侦测 所以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没有内鬼 没有 也没有外面的 无关内鬼也无关骇客 但一个失误伤了台积电 第三季营收约2% 代价就是损失约52亿元台币 昨天的预估我们宁愿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 说有可能的有可能全部都算 今天已经比较精准都已经知道哪一些了 魏哲嘉强调这起事件发生后 对供应商求偿还有人事检讨 不再第一个考量 目标放在如何服务客户跟改善流程 稳住后张周谋时代的台积电 欢迎新闻 林志鹏 陈淑曼 台北报导